日本股的問題就是入場費比較貴 如果再跨一些任天堂、Unico即是花樹提供 其實你都要講幾十萬入場 日本比較擁有好一點的IP 在這個糖盤產業也比較多 講日本股一定要留意ACG產業 即是動畫、漫畫和遊戲的宿舍 香港人就看日本動漫畫帶 原來海外業務都佔這些日本公司收入一半 十年前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歷史最悠久的一定是東影動畫 很多經典的作品都是他們做出來的 例如女士看的《美少女戰士》 《龍珠》和《海賊王》 這些長青的動漫角色 到現在都還出現不同的作品 動畫公司其實是怎樣賺錢的呢 主要是靠他們和Bandai合作 推出周邊索問的時候 就有一個授權收入 即是它將那個產品的角色形象 授權給Bandai在那個產品裡使用 然後那個產品最後賣了的錢 將一定的比例分給動畫公司 最近騰訊宣布用300億日元收購日本著名出版社 各村集團成為第三大股東 各村旗下還有很多輕小說和動漫IP 例如《涼宮春日》系列和《喜樂樂君曹》 入媒分析 騰訊是想用自己遊戲業務去結合和推廣各村具吸引力的IP 縱觀全世界文化產業可以做到這麼有規模 有性有色的除了迪士尼 就只有日本公司 任天堂旗下都有Pokemon 有Mario 如果我們看全球的IP裡 第一名就是任天堂的Pokemon 第二名開始才數到美國的Marvel 整個遊戲和動漫產業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同一個IP 通常會在兩者之間不停交換出新的作品 如果以遊戲來說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推動整個文化產業的原因 我們看到遊戲 包括遊戲的終端 即是遊戲機 PS4 然後譬如Switch 銷量比起前一代的產品越來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 任天堂在遊戲界裏面 有東半球最強法務部之稱 常常都贏版權訴訟 獲得賠償產生額外收入 亦可見任天堂對於旗下IP很重視 今年亦被納入了日經指數成份股 本有很多大公司都成立了很久 市值頭十大企業裏面 一半是成立了超過半個世紀 市值頭兩位的Toyota和Sony 更加是二戰前後創立的 但不要以為日企很死板 就像Sony這樣 業務轉型已經很成功 再不是靠賣相機電子產品為主 我自己比較偏好Sony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很 有少許停留在Sony的業務上 覺得很分散很亂 Sony是一間已經重生的公司 由以前做3C的家電 即是黑色家電為主 變成現在做娛樂產業的內容為主 譬如說它的電影公司 Columbia 就是從美國老收購回來 所以它很有拓展國際市場的經驗 根據Sony今年第二季業績 遊戲及網絡服務收入是6454億日元 按年升兩成七 佔期內收入差不多三成 而一機難球的PS5 在全球賣出數量 亦突破了一千萬部 買日本的任天堂和Sony 可能大家會覺得一手買 比較大價 動用的資金比較多 Sony是有在美國直接上市的 SNE 而任天堂在美國是有ADR的 那個Ticker是NTDOY 譬如說看到Catherine Wood 她買任天堂其實都是買NTDOY的 流動性都足夠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覺得日股好像很不親民 其實日本公司在美國都有ADR 都提供到的 除了業務轉型 日企還有一招 就是拓展海外市場 Barry說以前日本人不太願意離開本土 向外發展 但是面對著這麼大塊肥豬肉 又怎會錯過呢 第一個試點 通常會選擇香港和台灣 單舖來計 香港的壽司狼是全地球最賺錢的壽司狼 另外因為香港的DONTI 其實那個利用率是相對起比日本的DONTI高 長線投資的股 我自己覺得第一間想提的就是7&I 就是71的母公司 他們最近就收購了在美國的一個加油站的便利店業務 日本71其實就在美國裏面發現了一個經驗 就是賣食品可以賺到更加多的錢 他可以將這個部分帶到他們新收購的便利店網點裡 就是有個協同效應 去日本旅行唱日圓就熟手 如果在香港想買日股哪裏買得到呢 Barry說坊間有證券行 例如IB是可以借日圓買日股 利息收費1.5%至2.5% 日本長期低息相信這個水平 投資者是可以負擔到的 投資者是可以負擔到的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按鈴鐺 按按鈴鐺 按鈴鐺 在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感谢观看